第24集,刑旨逆天寻找沈丽 刑旨来到东海找遍各个角落,终究没有见到沈丽,只是看到红衣残缺的一角,看来沈丽真的遭遇了不测,刑旨心如刀割,曾几何时,两个人能在一起,他拼命压制自己的感情,认为自己肩负着三界的安危和责任 可是真的等到失去,他却如此难过,连一个心上人都救不了,他又如何能顾得到天下,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浮现 记得在仙界,沈丽笑称自从遇到了杭旨,他在战争中总是受伤,一旦有一日死于非命,非要拿他试问,当时刑旨看着他眼睛说带到那一日 一定会拿自己的命长,如今真的应验了,刑旨逆天改命,宁愿牺牲到自己毕生修为,即便是遭到灵力反噬,也要把毕仓王救回来 刑旨冰封冰封东海数万里,发誓一定要找到哪怕是一丝灵力,与此同时,东海龙王赶紧跑到仙界诉说委屈 天尊听到刑旨是为了审理,也无奈劝他稍安勿躁 芙蓉闻听刑旨冰封东海的消息,即刻去找,看到刑旨时,惊诧他身上血迹斑斑 曾经每次见到刑旨总是一副镇定沉稳的风采,可见这次真的动了真情 刑旨也感慨,终于尝到被反噬的滋味,原来竟是如此狼狈 平日里并没有感觉三界之大,可到现在区区一个东海 竟然找不到他想要找的人,稍稍恢复神志后,刑旨解除了东海的冰封 芙蓉将昏迷的审理带回仙界 如今刑旨是仙界唯一的上古天神,容不得半点闪失,天尊祈福 希望刑旨能挺过这一关,待身体恢复之后,保持清明内心 芙蓉听了天尊的话,很不舒服,觉得沈丽是为了灵界的安危才牺牲 实在太惨烈 幽兰无意中听到芙蓉自责当初在凡间没有好好勾引沈丽 说不定也能让沈丽多看她几分,如此以来行止便没有机会 这下引起了幽兰极大的好奇心 她软磨硬泡希望芙蓉能将她在灵界看到的诸多细节全部讲讲 但芙蓉却关键时刻掉链子,发誓自己会将那些往事烂在肚子里 幽兰实在心急,便用石头把芙蓉打晕 然后扔进洗水池,通过洗水池的神力看到她的回忆 结果不看则已,看过之后也对沈丽和行止的错过唏嘘不已 明明两个人都装着对方,可却偏偏不能正视 仙尊命令幽兰带着仙界的一半灵石送到灵界以示安慰 灵界的人纷纷围住幽兰 准备为审理讨个公道 他们灵界世世代代守护仙界的法器毫无怨言 如今必沧亡牺牲 他们不能承受这个结果 根本不在乎那些灵石 灵尊听到外面的消息 令手下去安抚灵界的情绪 眼下他们损失惨重 正是需要灵石的时候 不能感情用事 打发走身边的侍卫 灵尊回忆起从小看着长大的沈丽 类如泉勇 虽然是师徒关系 但情分并不弱于母女 请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